從嘉義先民雄鄉到嘉義市的省道一號 是當地民眾往來兩地的重要幹道 在交通順暢時 從民雄市區行車到嘉義市區 大概需花費13至15分鐘 但是該路段被部分民眾認為 交通耗制的設計並不連貫 其實民雄到嘉義的路程不遠 但是你就是停紅綠燈的時間 浪費了太多 從那個民雄路橋 過去到下一個紅綠燈的時候 它就會變紅燈 它不會連貫說整個都是綠燈 就變成會走 然後再停 現在記者來到民雄市區的大學路易段 於省道一號路口 那我想要騎機車到嘉義市區的 林森東路與省道一號路口 究竟往返這兩個地方需要多少時間 要停等多少個紅綠燈呢 現在記者就來實測看看 經過實測 以蘇縣50公里行駛 尖峰時段來回一次大概需要37分鐘 離封時段則是34分鐘 而不管尖峰還是離封 過程中都停了18次紅燈 平均每兩分鐘就停一次紅燈 交通號制的秒數設置 拒絕於路口的運作週期 需考量幹道與指導的車流量 決定紅燈與綠燈的分配時間 按照一週七天分別規劃 每日不同時段的號制描述 可以一路長綠 他們實施的是長週期 所謂長週期是大概到180秒 一個循環 那我們嘉義市目前的週期的長度 是離封100秒 尖峰120秒 遇到特殊的多差路口 可能會調到140或150秒 嘉義市民雄之間有許多聯絡道路 不過省道一號穿越人口密集區 前行車複雜度低 因此更多民眾在往來兩地時 會選擇該路段 時間封時段時車流量龐大 加上嘉義市中 許多重要幹道與省道一號交會 讓這些路口的運作週期相對比較短 導致了號制不連貫的情況 嘉義市政府交通處目前正在研議 以自動偵測車流的方式 動態調整號制秒數分配 亦降低號制不連貫 而使車流研製的情形 不連貫就兩種可能 一種是說週期不夠長 綠燈不夠久 所以它走40秒或是50秒 就必須會停 一定會遇到黃燈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多差路口 它的週期跟它不一樣 那這個唯一就是靠長週期來解決 但是長週期不是唯一的 很好的策略 因為你的綠燈時間很長 就代表另外一個方向的紅燈時間 也很長 那目前嘉義市正在辦理 中校路這個 柏東到牛頭西角這個區間的 動態控制的示範 如果效果很好 值得投資 那我們會 擴散到其他有需要的幹道 我喜歡的 不用了 , 不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